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呢是 MASTER直黑对阵的是朴永逊九段 也是韩国的一位天王级棋手 其实这个时候的MASTER已经不再神秘 大家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一种消息啊 大家知道这个已经了解了 他就是MASTER团队 其实还是AlphaGo的这个原型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ID 所以呢现在的棋手们也都是整装 就是在掩护网上面啊 大家排好了队 然后来跟这个MASTER来进行交手 我们来看看这盘棋 就虽然说是在网络上是蒙面进行的 但实际上大家彼此啊 就是谁是谁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这个时候呢白棋也是 想要试一试这个MASTER的下法 这个时候呢是选择了一个高挂 MASTER呢脱退 也是走得非常的稳健 基本上我们看MASTER的棋 很少能见到他有很 就是冒险或者是冒进的这种下法 都是非常的稳当的 这个时候白棋火 嗯白棋呢在这个角 拒不续续行骑 一起点一下 走 白棋挂脚 然后搬住 嗯这个地方的变化呢是有的啊 存在于这样下的 黑棋脱线没有继续硬 呃如果正常的话 比如说继续拆一个也是非常大的一招 嗯这个棋白棋把这个 最大的可以说是现在啊 就要棋给逼住了 因为这个棋白棋逼住之后呢 白棋在这一带啊 有一些形式 黑棋如果拆出来 那么黑棋这个角像边上的发展 也不一样了 而且走这个之后呢 对于黑角地也是有一些威胁的 虽然说并不一定有手段 但是呢你约的有一些威胁 接下来的黑棋的下法其实是 可以说非常的有意思 现在非常的实用 嗯我们看 马特尔下棋呢 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没有什么滑而不实的招 没有什么很华丽的 都是非常实用的 现在呢早早的把这个棋就给交换掉了 呃理论上来说肯定是不便宜的 因为你这是里和外的一个交换 白棋在外头呢 越走越厚 而黑棋其实也就是能够把这个子吃掉而已 所得呢也是有限的 嗯但是马特尔这么下棋 他的想法是非常直线型的 可以说 呃也是很好去解读的 他就觉得你这里是厚了 可是我一打入进来呢 你这里就没有潜力可挖掘了 你这里的厚 还不如我这个地方走完之后 把脚走结实来得重要 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思路 当然确实如果他这个思路成立的话 就是一个典型的先捞后洗的局面了 白棋 嗯逼了一下 逼这几个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如果白棋长 那黑棋比较欢迎啊 我就挡住目的达成了 甚至我可以先尖顶你一下再挡住啊 把你这个根据地也夺掉 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呢看穿了黑棋的意图 白棋在这个地方拖 拖完了之后虎 嗯黑棋呢也是契合要打上来的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转换 嗯白棋把这呢转了一圈 把黑棋呢走到了脚里面 黑棋虎啊 试图还要分段白棋 当然白棋这个虎呢也是决先 就下一手一立 这个地方就要死了 哎那么白棋呢也可以得到了联络 应该说吓成这样啊 觉得白棋还是不错的这个下法看起来 自己呢全部都连后了 而黑棋这四个子基本上浮在空中 没有什么根据地 那么可能将来会是一个负担 感觉上黑棋如果继续在这一带处理呢 也很无趣 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棋也就脱先了 黑棋这个时候走在这 嗯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啊 这个是一个著名的格言 他就脱先了 白棋长 呃希望黑棋当然是爬过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啊对方这样下你都跟着硬 那这棋可是大错特错 因为你已经活了 你这些棋其实都价值很低 这是第一手有价值 之后的每一手棋 这价值都打一个折扣 所以黑棋肯定也不会去硬它 冲 点那这是好棋 点在这 应该说是在这个棋形当中呢 抓住了白棋的这个弱点 白棋实战 贴一个 嗯 白棋先小肩出来 白棋再贴 就这个贴有多大价值呢 暂时 嗯也就是防止黑棋去拐它 所以才贴了一下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这招跳架实在是太大了 这手棋 感觉白棋在这个地方行棋呢有一些奇怪 如果白棋不走直接把这棋压出来 白棋出了头 那么黑棋就算拐一下啊 白棋就就给黑棋走到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黑棋这块棋依然是一个孤棋还需要去处理 感觉上这样子呢白棋更为满意 可能他没有料到后来的下法 被加呀 这个棋形 大家注意 有的时候你的形下不好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 最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你还是要还回来的 一开始也许觉得还不错 但你形状不好 就真的是很打折扣这个棋 现在白棋走的就很奇怪了 白棋只好因为它形状不好 只好从这个里边去充斥 这个肯定是快棋的产物 就是呃 如果给时间多一些的话 没有这些棋肉会愿意这样下 完全是里和外做的一个交换 现在黑棋这一个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完封白棋了 你怎么冲呢 冲不出来了 啊 走成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白棋啊 走这个 属于是 嗯 黑棋这个由于已经很厚了 你只好去 浅销 清销这个黑棋了 本来你如果说这里都很薄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随意打入 现在已经打入 肯定要被动 所以走在上面 不好这个变化 开局这里还是亏了挺多的 在这里带 所以Master的棋风呢 就是当它一看这个 呃 典型的你已经不好了 它马上就会开始缩小局面 这个缩小局面的功力 可以说呃 职业棋手们都很钦佩他 就是要向他学习这种能力 这个脚上的变化呢 大致是这样啊 接下来白棋 走得比较须 走得比较轻飘飘 因为他想要处理自己这个子 这个子才是他的这个 呃 重中之重 黑棋反击 这般鸡感觉上白棋的 呃 下的并不是太好 这个也许是因为对于Master的棋 有所忌惮啊 所造成的 就是 每个棋手就是能够跟Master交手 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种幸运了 然后每个人的想法所抱持的态度 肯定也不尽相同 尝 白棋呢 把这处理好了 但是黑棋也非常的厚 黑棋其实现在只要厚就可以了 只要厚就意味着它安全 嗯 黑棋还是现在形势很顺利的 走完现在这样了之后 呃 黑棋拆了一个边 啊 就这个 嗯 这个很大 白棋立 拐 拐 其实白棋这走了一串 你虽然破掉黑棋的木 可是你自身呢 并没有成木 这也是你的一个问题 把这个走了之后 白棋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 可以去下了 嗯 它实战是 嗯 它实战是 哦 它先长了一个 黑棋拆这个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办了 因为 对它 Master来说呢 它已经把每笔账都算清楚了 就相当于是 你走这个 我就可以走那个 你走那个 我又可以走这个 总之它就把所有的棋呢 都变成建核 啊 它总归能够走到一个 它的形式就一直都是 稳稳的领先的 所以现在的局面应该说 黑棋已经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等现在这样子之后 黑棋 因为长这个呢 是为了发展自己这边 但是你这个 不太可能会去冲 因为你冲的话 它断这边 这边可以被挤掉 现在它就挤了这个 嗯 它把这个价值呢 让你变小 白棋呢也不硬了 嗯 冲 然后黑棋 就现在这个局面 特别大的地方也没什么了 大家好像吓得也都 就是定型的都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地方会出现 特别大的战斗的话 这棋应该希望就不大了 跳 最后一搏 这个地方白棋 白棋是靠 斑 退 它想要在这看看你怎么硬 这黑棋依然是选择最凶狠的下法 所以白棋虽然说得到这个冲 这相当于是一个苦肉计 先把自己这边卖死 这是一个自杀式 但是目的是为了 我可以把这个拐下来 那么如果我可以把这吃掉 那当然收获是巨大的 但是黑棋下的也是异常冷静 那一般 发现这个棋 白棋居然也没什么手段 因为你要阻碎度 总是要打吃的 那么它刺这个是仙手 挤这个也是决仙 那它这个地方一挡就已经活了 这活得非常干净 也没有什么 嗯 没有什么味道 在这个地方 所以白棋呢 在 诶 独秒生当中吧 这个趋突下也是没有马上落子 它是选择了这个拆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就非常小了 这种地方 黑棋果断的 把这个一挡住 可以说 最后可以蒸生的地方也没有了 这一串白棋又亏多了 自己木树死了 然后冲下来也没有用 这几个其实也很重 最后呢 还是被黑棋给吃掉了 可以说 这一袋还是损失 又继续很惨重 补一个 黑棋就吃 黑棋就总归是走在木上 哎 木树永远它都是领先的 这就是 嗯 白棋在前面这个落后了之后啊 就觉得这一串里和外的交换 落后的太多了 导致 在这种层次啊 就包括MASTER这种很强的实力当中 就已经占了 可以说不能逆转的这种 劣势了 现在就已经很为难了 怎么样收呢 基本上也是收不赢 黑棋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稳步前进 所以说白棋走的也是很撑 这都有问题走的 粘在这 那这很显然了 这有个段 那也不去短啊 不去出你的毛病 那继续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稳健的前行 飞 应该说下到这里呢 基本上 呃 对他们这个实力的高手来说啊 已经是呃 对于胜负呢 非常的清楚了 嗯 其实白棋的失误 我们还可以继续来总结一下这盘棋 呃 黑棋下的呢 就是典型的 先捞后洗 即使我一开始走了俗手 也不要紧 他总是能够把这些俗手呢 很好地给运转过去 而反观白棋啊 白棋的这 连续的几招恶手 都下的比较的 怎么说呢 呃 在快棋当中 出现这种失误 还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嗯 所以这盘棋呢 也是最终 没有下了几步棋之后 这个飞棋也就头子认负了 嗯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您交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日微信频道 为您带来的 人机对异 Master 精选对局 我是王湘云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啊 是中国棋手挑战Master的一局 中国的陀加西九段 嗯 这盘棋呢 依然是Master的黑棋 白棋呢 是下了二连星来应对黑棋 呃 这个布局啊 相对在 Master这么多的对局当中呢 是相对少见一点的 拆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跳 很有趣 走成现在这样子啊 我们经常看高手对局的爱好者朋友都知道啊 黑棋接下来点了之后 无论你喜欢高位喜欢低位 这是我们人类的套路 但是这个阿斯特走的很有意思啊 嗯 他们并没有从这一带去着想 所以这个我相信也会 会让一些职业的顶尖高手会 因为这个而产生一些联想 因为现在黑棋走到哪了呢 黑棋下的是这个 这招棋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设想过的一招 那么它的意图是什么 这招棋到底好不好 可能因为这手棋之后会引发我们很多的猜想 其实这个也是Muster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当中的一个 他这时候走到这儿了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这手棋不是很大呀 也不是很重要啊 你的脚步依然是空虚的 为什么你要扩张呢 你现在哪怕这手棋就是拆一个 感觉一下也很大 这手棋有那么急吗 走在这儿 嗯 但是Muster他就是下这儿了 我们看看他后面他怎么样去运用 白棋没硬他啊 因为这一带确实也不怎么需要硬 黑棋接着走 白棋又硬了 当然这个白棋继续硬是有点痛苦的 因为底下其实没有木树 底下是漏风的 但是 嗯 他如果不走呢 自身又会比较薄受工啊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硬 那么使得将来这手棋啊 就变得非常大了 黑棋呢 依然没有在这个地方 他就走了一下之后不走了 嗯 走完这个之后 啊在这个地方拆 开拆 穿完这招 白棋 白棋肯定要对黑棋进行一个攻击 但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爱好者去 关注Muster这么多棋之后 去总结一些东西啊 Muster的棋很有意思 他好像很少去主动 坚顶别人 坚顶别人 然后他喜欢下的都是这种 一招干净 不给你借用 就是我们举个最笨的例子啊 比如说白棋 黑棋这首也是跳嘛 那跳跟走这个能差多少呢 在Muster眼里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子的 位置 不怎么样 这个脚上空虚 依然有味道 因为他 可以经常出别人的气 所以他一般下都会下的就是一招干净 但我们呢喜欢这样积极主动 这是人类棋手的下法 看起来觉得也没什么坏啊 威胁他 走完这个之后 利 黑棋这招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棋 嗯 可能粗粗的感觉 想不到这个地方 要下二路 觉得 头在外面啊 当然要先出头 以出头为主了 嗯 但是他呢是走这个 考验一下你 看看你的神经 你如果说 威就是 无论怎么样啊 我们摆个臭一点 顶一下 让他这个地方度不回去 那他这个点33 马上就变得很现实了 把你的空可以挖掉 那当然你也不能不走 不走他就要脱过 这个是 他就是 嗯 大家发现没有 master下棋啊 很少会下一些中央虚的东西 很少去下 花拳绣腿虚的 滑而不实的东西 他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 我们现在的棋手啊 也越来越喜欢 喜欢实地了 跟过去的棋手 骨骑啊 之类的相比 现在棋手更多的是 愿意下一些很扎实的棋 也是我觉得 可以从这看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 一直以来 追求围棋水平的最高的 这个道路 应该还是正确的 因为master就是这样子 抢地抢的非常凶 这么早就二路立一个 把白棋搞的呢 也有点 有点小难受 是这样呢 这就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他想 白棋想这期 我想把你的脚掏掉 看你给不给我 退 退 靠 好 这个地方呢 就下成这个样子了 嗯 黑棋应该说 已经获得了安定 这块棋呢 因为已经挺厚的了 白棋应该不会再去分段 他来对他进行攻击了 那白棋的收益是什么呢 白棋这块棋 其实自身并没有火 将来还有可能被威胁 但白棋的收益就是 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 活脚的 呃 条件啊 他靠完了之后 这就已经有一个先 可以活的这样的一个 活脚 黑棋呢还走这个啊 黑棋的棋行走的还是不错的 白棋虽然说产生了一个断点 但是对黑棋来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本棋 本棋是先手 再一棋 白棋呢是走了一个 后手活了这个脚 那黑棋呢 当然大家看这边已经 彻头彻尾啊 全部连住了 连得很厚 这边呢 你虽然说有一个打的借用 但是其实没有棋 嗯 他这个子起到很重要的 一个防护的作用 嗯 总体上感觉啊 白棋的活脚好像还是略早了一些 因为现在黑棋全局都很厚了以后 对他来说就很好下 这个棋一旦就是 嗯 人工智能 他觉得 就假设说啊 双方都是在五分的情况下 他也会很好下 嗯 他们有一种这个 针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言论 就是研究的结果说说明呢 对于这个 马斯特 可能他的弱点就在布局 就应该在布局阶段早早的形成 作战 跟他进行大型对杀 啊 进行一些复杂的一些计算上的一些变化 可能这样是他的一个弱点 如果是大家都很平淡 就是你拆二我拆二是吧 你拆三我拆三 觉得这样子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来说呢 他没有什么 这种棋他没有什么困惑的 他比人会下多了 嗯 现在这个局面大家看就是这样子 嗯 看起来呢白棋也把黑棋扒掉了一个角 但是黑棋呢 游人有余的在这个地方处理 走完这个之后 走一下 哎回到这里 这里拆一个很大 接下来这里有了子之后 这个飞就变得 可以说显而易见了 所以白棋又花一手气把这补上 那黑棋的意图呢 就是这一带其实我都是 就是本来也没多少木啊 破铜烂铁 你爱走你就走吧 这我就不当这有木 所以才拖鲜了 拖 同样的这个地方的木树也是巨大 那白棋呢立脚黑棋长起来 这个棋型就是一个常见棋型啊 大家如果没见过的话 应该说不太应该的 这个出现的概率非常的高 很正常 接下来的下一首棋呢 其实就更好的诠释了 马斯特他这个下棋的这种 不能说理念 因为他确实没有理也没有念 他是一个没有人类概念的一个机器嘛 但是他这个时候碰在这儿 确实让我想跟他下棋对局的人啊 一定是非常大压力的 正常我们的思路 可能觉得走一个差不多吧 大家正常分寸 但是他就会走的特别的紧凑 这个紧凑我相信 如果不是跟他对局的人 可能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感受 就是他每首棋的效率都 撑到最满 嗯 虽然说看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平淡 但是他平淡里头也是 有很高的效率来作为支撑的 如果效率不高 他就一定会走一些 如果说他觉得这个效率不高 他就会走这个 这条起确实我觉得 体现这个AI的这个 对于子孝掌握的一个能力 他有这个定型 定型完了 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起到了这个地方 他肯定先手就防住了 他争到了一个先手 同时呢 他也是 把一些变化就规避掉了 他有这个简直的这个逻辑在里面啊 简掉了很多不用存在的 同时他也考验白起 这时候白起如果要为上面好 肯定应该粘住 但是粘住呢 损失地 为了失控 那就要立下 但是立下呢 上面肯定显然就有 很明显这地方有断点 有余味 那黑起呢 有了这个考验之后呢 又从这边来了 哎 威胁白起 这个进攻呢 也是非常的有趣 我们经常观看 嗯 大家发现他的进攻 其实并没有什么 特别凶猛的地方 好像也很一般嘛 这就普普通通就成了这些孔 一般我们可能还看不上这点孔 可是他就这样 技巧成多的 确实是很容易赢 嗯 下一会他就赢多了 这一点是 哎 到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 就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归根结底啊 其实是他的子效 他的子的效率每一手都很高 所以 足够支撑起来 他最后的这个获胜的胜果 小剑 小剑 白起呢也是赶快的去抢石扣 拖 这个黑起很机敏 把木呢都给他抢掉了 然后再尖 白起现在就是得制孤了 你现在不可能再拖先去抢空了 他下的也都很平淡 你走这个 他就走这个 他都不非你啊 他就跳一个 哎呀 这个棋 即使这样下 他的形式依然是在他的掌握之内 他冲 这个呢 不是他看错了 而是他就要这样去收关 怪住 这个呢比单挡要好一些 单挡如果被一旦跳到 就再走不到了 拐这个 这里的味道呢 稍微有一些坏 他也就很稳 跳 基本上都没有走什么特别 让我们一看就会觉得 哎呀这个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段 手筋啊之类的 很平淡 可是他的这个 确实是赢得非常的稳妥 因为这个跟我们下期的方式有关系啊 人呢是从前往后下 你不知道 未来发生什么 但是电脑他不一样 电脑等于是他已经有了一个最终的一个逻辑了 他是从后往前下的 每下一手他的这个 减制功能就给他减掉一些变化 他越下越减密 越下越看得清 最后就是你人就走到 他百分之百可以活胜的一条道路上 所以现在像这样 其实对他来说 这个局面已经不难了 但是他依然下的很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飞 这个是收关子 提掉 很正常 接下来的下一手期来断这个 这无疑是一招 在这个局面下很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手期 因为从计算死活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master他不可能算不出来 这地方白旗只要推着你走 这就是死旗 这个是没有路可以去寻的 可是 我们注意啊 他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弃子 他可以这样打的长 那你白旗为了延弃了 你当然得继续下 那你要注意你在这边是延出了弃 这三个子死了 可你这块旗就彻底的 联络不上了 你小肩我可以挖断 你这联络不上了 这期直接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这是他隐藏在他背后的一个深意 但他下出这个断 应该说在优势的时候啊 依然下的这么的 这小肩还是很精彩的一招 当然这个白方投家西一看 确实是这地方也没办法硬了 不能吃啊 所以煎了一个 当然如果你尝我再一打 这就行了 打完一冲我都防住了 当然他也没有啊 走的还是 非常的清晰的这一条路 把这两个子吃住 其实收获也很大 那白鸡现在呢 这还欠个断 这也不能贸然的去进入 我把鸡走这个 鸡就稳稳的一退 你走住 我就稳稳的把这搭住 什么都是下最看得清的 最简明的 哦 他在这个之前先冲了一下 没关系 他就硬 像这样了 可以说走成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黑鸡啊 也已经 呃 不太可能会输掉了 这个鸡啊 他把这一件 目数上呢 白鸡还是落后非常多的 这个究鸡原因 其实大家也挺迷茫呢 没有什么地方下坏呀 但是怎么就不好了呢 应该还是 开始活的脚 活的太早了 导致自己有点薄 然后后面的黑鸡的效率 走的都很好 所以这期 看起来黑鸡 没什么悬念就拿下了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